大家好 星期二得讀 今天是2022年8月16日 星期二 星期二當日 晚上當然是有直播的 大家記得留意我們的直播 在香港時間8點半 英國時間1點半開始 頭半小時我們也會繼續跟天友互動 他在台灣 他應該去了台南 放假了 因為之前考試 很辛苦 但是又有 美國的參議員訪問台灣 這次來了五個 共軍又即時打飛機 我們到時也會跟大家報導 當然也會跟大家說一下台灣最關心的話題 今天的主題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 叫做林鄭月娥 林 是臨時的林 鄭是鄭州的鄭 粵就是粵讀的粵 俄是俄羅斯的俄 林鄭月娥 這段影片寫得很好 我覺得很有趣 很想分享給大家看 而且 想跟大家說 其實 中國人 一直以來 近期為甚麼會那麼介意被人叫支那呢 因為就是翻譯問題 其實我想到一個方法解決 只要中國人 不學英文 全面學俄文 中國人 就不再是支那人 而是涉單人 我們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有一個呼籲的 8月31號831 在倫敦 有個集會 831集會 時間是傍晚6點 至9點 因為那天是星期三要上班 所以是傍晚開的 希望大家可以踴躍支持 地點是Parliament Square 即是西敏寺 大笨宗對出廣場 其實是挺大的 上次612集會也在這裡舉行 主辦方說邀請了很多 英國的國會議員 很支持香港的 來演講 我們也請了袁爸爸特意飛過來 跟大家也是演講的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今天要講一下林鄭月娥 這個是Facebook 馮希賢十三圍道 這位馮希賢 我之前也讀過他幾篇文章 很有趣 很值得我們 去深思 今天在Twitter看到了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 雪鄭州市某中學開始俄語班 若學生不學英語了 改學習俄語 惹來中國家長不滿 家長覺得 只要學外語 是為了將來有出色 有機會到發達國家發展 學俄語有甚麼用呢 這個消息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他用Google和百度也搜尋不了 但是現在發生這種事情 也很沉述 何況大陸 這個中學開俄語班也不是今天才有 去年7月有人在大陸的討論區發問 說自己被派入鄭州第36中學 因為英文的分數不代表 被派到俄語班 問網友可不可以拒絕 可見鄭州市中學一早有開始俄語班的傳統 似乎也不是由你選擇 學不學 沒得讓你選擇 坦白說 我一向很有興趣學俄語 N年前曾經在香港工聯會上過幾個月的課 起初教的是一個伯伯 年輕的時候在大陸學俄語 教得很認真和清晰 儘管班上的同學越來越少 但我覺得他的教學節奏沉階 越學越有興趣 可惜他教了初班之後 大約三個月 就沒有教中班了 中班換了這位嬸嬸 據說是這位阿伯的老婆 這個嬸嬸搞法很死板 每課只播六音帶 令到學生跟著讀 他上了幾課就頂不住了 實在太悶了 之後就嘗試自學 但是因為沒有上課的壓力 加上工作忙碌 足之叛逃而廢 至今 還念念不忘 想重拾俄文的書本 俄文 難不難學呢 視乎你沒有語言的語言 以我的經驗來看 俄語比拉丁 古希臘 和繁語容易 但是比英法德語 是困難的 所以他看到有大陸人 因為英語程度不達標 反而被編入更加難的俄語班 大感不解 如果連英語都學不好 學俄語只會更加差 當然了 反過來說 你學了俄語 再學英文 可能就覺得英語 異如反掌 其實中國人廢英文而害 學俄語 我是支持的 一來俄國文化博大精深 有唐爾斯泰 薛柯夫 道斯塔耶夫斯基等閃耀世界的文壇名聲 中共老祖宗馬克思以好學文明 也是為了能讀俄語 原經典而自學俄語 二來中共的老爹本來就是蘇俄 中國人學俄語才學俄語 這個埋語學校教俄語的家長 數典忘祖 應該硬到新疆接受再教育 說得十分之好 現代中文很多詞語 皆原於人語英語 偏偏沒有出自俄語 我覺得 未免是肉鵝 真的是肉鵝 中國人難度看不起自己的老爹嗎 中文 這個用法出自俄語的唯一例子 他反而 是由台灣人學回來的 按據中研院 文哲所言 副研究員陳雙欣 說 課堂點名 學生聽見老師喊名字會舉手 有 香港就會回答道 為什麼會回答有呢 原來 這是俄文的 Yet 的翻譯 陳雙欣就說 戰士紅軍士兵常去 通常有去無回 一場戰役結束之後 長官就會在部隊點名 看看有多少人行傳 這個時候 士兵就會回答Yet 這個字在俄文之中 可以解釋為有 存在 文國初孫中山曾經 高陷以俄為斯 所以有這個用法傳入黃暴骨後 漸漸融入日常的用語 久而久之 忘記了他的來源 中國 立國之後就改造中文 將正體字剝皮拆骨 搞一堆簡體字出來 導致中國人只懂得 一個 簡體字的喘 上面一個殼下的一個串字 不懂得喘字 正寫下的老鼠 連報仇也分不清 讓混牛視聽的文技洗腦 何其可憐 名不進則言不信 馬列子孫不應該冒充炎黃後銳 英美語不足學 連中文也應該廢了他 以後踏上心水就學鵝文 跟鵝巴內循環 才是長治久安之道 切鵝語的鄭州市中學 可謂高瞻遠足 中國夢之神言 而且 由林鄭月娥開始 說得十分之好 所以我這篇文章要朗讀一次給大家聽 我亦想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大陸人一般超過60歲 或者60幾 50年代 60年代讀書那些 全部都是學鵝語的 當然66年之後文革就沒有書讀 之後 其實就沒有鵝語學了 因為他們也覺得沒有用 到七幾年開花 76年還是77年開花之後 都不會再教鵝語了 所以 老一輩的人其實大部分都懂鵝語的 我家人也有教過我幾句鵝語 同志你好 一定會 Laralabaliz 如果很好的話就叫做Haras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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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tingHarasok 如果謝謝呢 就是Sipasiba 如果有人說拜拜的話 Dasmittalia 那就說拜拜了 簡單幾句俄語呢 基本上就是剛剛所說的 很多老一輩的人都認識的 不過真的是 發音是比較複雜的 我們要說回 如果你 不學英文 學俄文 其實 即時使中國人可以即時抬起 因為逢是說到芝拿人 大陸人就即時著燈了 包括當時梁仲恆 尤惠正也是因為說了We fucking Zina 被人批鬥 搞得好像要拿他們的命 那麼究竟怎麼可以避免成為 芝拿人呢 很簡單 不講英文就行了 只要 你 學俄文 俄文的中國 是Kita 即是 蝕丹 你只要成為蝕丹人 就不是芝拿人了 以後呢 No China All Kita 所以 最好就是 改變一下你們學習的態度 只要所有人跟別人說 我是Kita Daspitania 全部 就搞定了 所以 不學英文也有一個好處 習近平 其實 他現在的年齡 肯定也是俄文的 因為小學 不過他不知道小學有沒有俄文學 可能要上中學才有 所以他也未必懂得俄文 你跟他說 同志你好 剛才所說的我們教過幾句 他肯定也不懂 所以 這一堂 跟大家說一句 學好俄文 同志你好 我是中國人 姐姐 那麼俄文應該怎麼讀呢 Puyeh Dabaris yeh Kitais Sipasiba 同志你好 我是 帥單人 姐姐 所以呢 Kitais 他的俄文就是 Ki-T-A-Y-E-T-S 帥單人 所以 以後大家要告訴別人 我是帥單人 不是支那人 這次時間 先說到這裡 到inery 聖經